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话题 这个节目到了这儿我们的问题就出来了 您觉得这个演艺圈当中到底有没有纯洁的或者说纯粹的男女关系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黄晓明和赵薇的感情相比于李冰冰和人权的感情 你们觉得哪一对更加深厚一点呢 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 毕竟这四个人相互之间都是有加近20年的感情了 最近有关李冰冰和人权相恋的传闻又被吵得沸沸扬扬了 其实那两个人从大学时代起呢 就是形影不离的好兄弟好姐妹 就算在走出学校之后呢 两个人还是经常以这个挚友的身份啊 彼此相称啊 还说过这个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凑合在一起过日子 有这个想法 不过最近呢有些个传闻呢 让我们这个感觉到啊 是不是两个人真有可能会走在一起呢 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脚 很多方都说你要和那个人权在一起 高夫你们要在一起 你有什么回应吗 没关系回忆一下吧 快点在一起吧 什么 人权和李冰冰要在一起 说起这事还要追溯到10月中旬 李冰冰在其个人微博上 公布了一张神传婚纱的照片并写道 恋爱时我们会被长相吸引 会因一个关心的举动沦陷 会被一句温暖的话打动 但当爱情走入婚姻 容貌情话甚至物质 其实都没那么重要 所谓Mr.Right 最重要的不是他有多好 而是他对你有多好 此言一出立刻引来好友人权的转发 但是转发就转发呗 还要配上甜言蜜语 这是小闹哪样啊 死鬼 以前你叫人家小甜甜 现在去叫人家牛夫人 如此亲密的互动公布在微博这样的公开平台上 这不是秀感情 那是什么 一时间网友们沸腾了 每个人都是回铁大声高呼 在一起 这也才有了李冰冰先前在出席活动时的这一幕 没关系不用一下吧 快点在一起吧 李冰冰喊出了在一起 人权倒是淡定不少 近日某活动中 人权就为了在一起给出了期限 在一起不着急 随时都有可能 无论如何人权和李冰冰走到一起 绝对是观众们喜闻乐见 因为这些年 观众们不知道看着两人合作了多少回 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两人在上戏读书期间 就已经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了 还曾因为一同拍摄广告片 而获得了高达20万的片酬 我们俩一起拍了一条广告 然后后来就比较运气吧 就是那个片就找了我们 然后就给了一个天价 我们俩取完钱以后 自己开了一个小的庆功 庆功的茶 庆功的茶 对我们两个 在我们学校门口 我们就要了一壶茶 然后我们俩下午就在那窃喜了一阵 偷偷回去上课了 而此后在一脚定江山 少年包今天等电视剧中 两人出刷入队的次数 可谓是数不胜数 月娥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你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姐妹就上场了 准备好了 不过此后 两人的星途开始出现了分歧 从小音频走上大荧幕后 李冰冰一跃成为了国内一线女星 相比之下 任全的影视作品并不多 因为当时的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那就是任老板 大学毕业之后 任全就经营了自己的饭馆 虽然生意说不上十分火爆 但足以让任全在挑选剧本时游刃有余 不需要为了生计而盲目接片 2009年 任全开始转头目后 并开办了任全工作室 主要从事起了影视作品的发行和投资工作 闲暇之余 他还会帮李冰冰打理房产 据任全透露 李冰冰的所有房产中有近80% 都是由他做的参谋 近一半都是他为李冰冰做的决定 而在此期间 两人曾协商过 要不就这么凑合着过了 倒是说过 几次开玩笑说 所以你现在故意不找女朋友 就是也没有故意不找 就是有的时候说 你最近什么情况 不行还是没有情况 然后你最近什么情况 明年没情况 要不咱俩就算了吧 凑合凑合就得了 凑合着过得了 这两小无猜 新闻竹马的情谊 娱乐圈可不多见了 新闻再线 编辑报道 好不瞒大家说 其实十年前 我刚到上海 宁大学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这个 南京路步行街 我就看到了一张 他们俩拍了广告 这画面其实 有一些发黄泛白了 但是我一看到 他们两个的状态 我就觉得 他们两个有夫妻相 这个时间这么久了 但是我还觉得 他们要真在一起的话 就在一起吧 这个毕竟情人 还是老得好 好